第八十八章 老夫人正和几个大丫头打叶子牌 见这庙进来也没有放下 招呼道 大郎媳妇来替我看看牌 祖母 这打叶子牌 孙喜可是七窍通了六窍 你让我看呢 可是找错人了 这庙笑眯眯的从清歌手里接过篮子 放到桌案上 紫黑的葡萄一个挨一个 挤得紧紧的 金银透亮上面还挂着水珠 看着就让人想吃 老夫人笑了 你这孩子 葡萄我这也有的 怎么还特意送来了 这庙闽春一笑 祖母这的是下人们采买来的份里 这一些是孙喜孝敬的呀 老夫人看了满篮子葡萄一眼 称道 那你把份里的葡萄送来 自己吃什么 孙喜那里还有两大筐 两筐 这妙点头 嗯 在老夫人这打了招呼 不管是不是送错了 那两筐玫瑰姜葡萄 就都是她的了 想想就开心 许是弄错了 老夫人面上平静 心中却多了几分思量 换了主子管家 下人们有自己的小算盘是正常的 能不能把下人们盘顺了 那也是管家的一项重要本事 可要是陷害主子 那就是不能轻饶了 那孙喜把葡萄送回去吧 真妙露出肉疼的表情 老夫人失笑 既然送过去了 你就留着吃吧 多谢祖母 真妙露出一个大大的笑脸 两筐葡萄过了名路 真妙总算是放了心 告辞回了清风堂 招呼这丫鬟们一起吃葡萄 看这葡萄实在是太多 这么热的天 又不能久放 真妙想了想到 雀儿 去把陈鱼落雁 羞花都喊来吃葡萄 雀儿一脸的不愿意 大奶奶干嘛给他们吃啊 他们可是通房 要跟姑娘抢柿子呢 匹配配 他们什么身份 凭什么跟姑娘抢 东西放坏了 不知太浪费 你快去吧 那西跨院如今冷冷清清的 麻雀都不会落下 雀儿站在门口喊了一嗓子 陈鱼 洛雁 羞花快出来 大奶奶喊你们过去了 喊完似乎又觉得哪里不对 雀儿诡异的想 一阵兵荒马乱的 三个如花似玉的美人跑了出来 人人都有一些激动 自打大奶奶进了门 连他们的请安都免了 别说是子爷了 就是大奶奶的面都见不着 喜悦因为烧猪的事被赶了出去 更是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整日的窝在屋里都快发霉了 去啊姑娘 大奶奶喊我们什么事啊 洛雁忐忑地问 喊你们吃葡萄 雪儿说完 扭头往前走 于是三个通房更忐忑了 等进了正院门 才发现和欢树下 摆了许多的木桌藤椅 这庙领着一群丫鬟婆子 坐在那儿吃葡萄 不时地传来欢笑声 三人面面相去 原来这吃葡萄 是真的吃葡萄呀 给大奶奶请安 三个人齐齐失礼 你们来了 随意坐吧 不用拘束 这庙笑着 指了指随意摆放的小屋子 三人还有一些迟疑 这庙抿了唇 要是不自在 就端回自己屋里吃啊 话音刚落 三个通房就飞快地坐下 真妙悠了悠 粘着一颗葡萄丢进嘴里 把眼睛眯成了弯弯的月牙 看来他低估了 这三位想见柿子的决心 不过 也不看这是什么时候 柿子还在衙门里呢 才不给他们看 好热闹 低唇的声音传来 真妙嘴角一僵 抬头一看 罗天成站在月亮门处 一身青竹色的直坠 嘴角含笑正望着院里 阳光下越发显得 分神俊朗 这庙第一时间 居然不是回话 而是飞快地 瞄了三个通房一眼 果然三个通房激动的手都哆嗦了 猛的就站了起来 含情默默地望着罗天成 欲言又止 几个丫鬟埋怨地看了这庙一眼 姑娘 您这是纯粹的阴阳陆尸啊 罗天成走了过来 到了跟前时 没有等三个通房行礼 就皱了眉问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三个通房脸色变了 眼中满是失望 陈鱼哀怨地道 狮子爷 狮大奶奶 叫我们过来吃葡萄 吃完了 还没呢 刚刚吃 洛艳插画道 柔筋似水地看过去 罗天成面无表情的模样 啊 那一人一盘 带回房间吃吧 三个人都快哭了 一人端着一盘葡萄 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罗天成嘴角上扬 走了过去 丫鬟们见状 忙散了 世子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今日得闲 就早些回来了 哪来这么多葡萄 真妙拿了一串葡萄 递给罗天成 送错了 尝尝 很甜的 二人就一起 坐在荷欢树下 边吃葡萄 边随意聊着 一个迟疑的声音响起 大 大哥 大嫂 真妙抬眼望去 见身穿浅黄罗裙的罗芝亚 站在门口 就擦了擦手 站了起来 妹妹怎么过来了 罗芝亚走进来见了李 目光一扫 面色就变了 大嫂 您这儿好多葡萄呀 过来什么事 罗芝亚 罗芝亚皱了眉 前世 她是很疼爱这个妹妹 可如今 看透了那对夫妻的无耻 她实在是生不出 手足之情了 罗芝亚眼圈就红了 大哥 我觉得你变了 自从娶了嫂嫂后 罗芝亚 语气更加寒冷 月娘 你也不想 这样的话 说出去让你笑 大哥 罗芝亚 委屈地望着罗天成 真妙咳嗽一声 月娘 我想插嘴问问 你过来是有什么事吗 她总不至于 是和她来抢男人了吧 罗芝亚 强自地恢复了镇定 我本来是来和大嫂说一声 想出府一趟 去天秀阁挑秀线的 不过 现在我倒是想问问 大嫂这里 怎么会有这么多葡萄 送来的呀 大哥 你知道不 就是刚才 五郎和六郎 还因为吃葡萄打起来了 可大嫂这 葡萄多的丫鬟都吃不了 难道说大嫂管了家 这番配也跟着变了吗 我娘管家时 可从来没有这种 看人下菜叠的 真妙阵阵点头 嗯 大姑娘说的对 二神管家时 是真的没有这种事 罗芝亚听了 就觉得不对味 见真妙满不在乎的模样 跺跺脚 气道 好 既然大哥大嫂觉得没什么 那我就去问问祖母 这是什么道理 罗芝亚转身走了 真妙坐下来 拿起葡萄吃了起来 罗天成挑眉笑了笑 真死不必在意那些不相干的 只要她摆明了对真死的在乎 她还不信 祖母会为了两筐葡萄责备她 我没在意呀 两筐葡萄多大点啥 大姑娘想去祖母那里说我吃的多了 可是祖母早就知道了呀 真妙熟练的吐出了一个葡萄皮 阳光透过浓密的荷花树叶撒在她脸上 罩的面旁仿佛是透明的美玉 春音味吃了葡萄格外的鲜艳 罗天成忍不住伸出手指 擦去她嘴角的葡萄枝叶 喃喃道 你可先弄气 真妙白了她一眼 一顿能吃八个大包子的人 说我能吃 葡萄你还要吗 罗天成笑了 要 老夫人 大姑娘过来了 洪喜站在帘子外面喊了一声 让她进来 天正正 罗织亚额头满是细密的汗珠 脸颊微红 一进屋 清凉之气扑面而来 替祖母请安 快过来坐 这么热的天 怎么就过来了 罗织亚站起来 走到老夫人进前坐下 开始告状 祖母 交送来的玫瑰香葡萄 可真甜呢 五郎和六郎都没有吃够 起过两个小家伙打起来了 听说两个小孙子能吃 老夫人高兴得很 五郎和六郎爱吃 玄娘 你一会儿把这篮子葡萄带回去 这是你大嫂才送来的 罗织亚听了更起 故作平静地道 原来大嫂给祖母送来了 刚才孙女去大嫂那里啊 发现满院子的丫鬟 都回家一起吃葡萄呢 祖母 五郎他们葡萄都不够吃 大嫂那连丫鬟都吃饱了 您说大嫂 怎么管的家呀 老夫人听了眯了眼 原娘 去你大嫂那干什么 孙女 打算去天秀阁 挑一些秀线 老夫人拍拍罗 枝雅白嫩嫩的手 那就快些去吧 天不早了 祖母 大嫂她 老夫人眼皮也没抬 你大嫂跟我说了 叙事送错了 送错了 罗织亚声音陡然拔高 祖母 送错了 能送两大筐吗 老夫人收敛了笑意 淡淡地撇了罗织亚一眼 罗织亚的气势 陡然降了下来 祖母平日里 虽然是平易近人的模样 可要是沉下脸来 谁都不敢放肆 她可是听母亲说过 祖母当年是随祖父上过战场杀过人的 是送错了 老夫人淡淡道 祖母 罗织亚心有不甘 祖母这是怎么了 早些明明是不喜欢大嫂的 怎么短短几个月的功夫 竟然处处向着大嫂了 元娘快去吧 多买一些绣线来 好好地练练女工 老夫人把一个装着银刻子的荷包 塞给罗织亚 许口不提葡萄的事 罗织亚念了念荷包 闷着一口气告辞 可越想越不甘心 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下 就听到隐隐约约的声音传来 罗织亚装作整理衣裙 停住了脚步 燕江贺甲 打算来人给我贺寿 这次来的 贺甲大房的敌仗孙吧 是的老夫人 杨嬷嬷的声音响起 老夫人叹道 唉 我还以为早几年就该来了 不过来了也好 当年的约定总算有个了结 把我的意思传下去 等贺家来了人 万万的不可怠慢了 老夫人放心吧 老奴晓得 罗织亚听得云里雾里 直奔心圆而去 田氏正躺着歇息 许氏装病在床上装酒了 怎么觉得身上越发的酸软了呢 听丫鬟禀告大姑娘来了 忙让她进来 罗织亚把满肚子的委屈 倒了出来 娘 你说祖母是不是中了 大嫂的迷魂汤了 怎么了 罗织亚忙把原油说了一遍 然后恨恨道 祖母不但不说大嫂 还沉了脸 娘 您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田氏猛然做了起来 不行 她真的不能再病下去了 那个真是 完全是不按常理出牌呀 五郎和六郎为了葡萄打架 原娘出门 都是她不着痕迹引导的 为的就是引出 给清风堂多送葡萄的事 可真是居然直接跑去 和老夫人说了 她难道就不知道 什么叫做矜持 什么叫做沉稳吗 真的是气死她了 娘 你怎么了 见田氏脸色傻白 罗织亚有一些慌 我没事 田氏深吸一口气 这个时候 她可不能真的病了 不然真是就更得已了 月娘 你不是还要买绣线吗 快去吧 都这个时候了 不去了 罗织亚也觉得有一些烦躁 迟一了一下问 娘 您知道 燕江鹤家吗 什么 燕江鹤家 田氏脸色一变 月娘 你从哪儿听来的 是 是我无意间听祖母说的 好像那个燕江鹤家 要来给祖母喝寿了 娘 你也知道啊 他们是什么人呀 燕江离京城远得很 万里迢迢的来喝寿 肯定是和咱们家有很近的关系吧 田氏看了花朵一般的女儿一眼 下了决心 事宜丫鬟们退下 罗织亚就更觉得奇怪了 月娘 你可知道 这一次财选 为何你和二娘都没有在名单上吗 罗织亚摇了摇头 她知道 这一次财选 是给宗室子弟选妃的 几位皇子中 六皇子去年在慕恩侯府过四百日内 与其女赵飞翠定下了亲事 下面两个皇子却都是没有娶妻的 以国公府的地位 她要是参选 只要选商 定是须以正妻之位 想想正妃之位 就免不了有一些心事 可女儿家的矜持 让她没法问一句为什么 罗织亚并不笨 听田氏这么说 就有了想法 难道说 她没有参选 是和燕江贺家有关吗 可二妹也没有参选 总不能也和贺家有关吧 世家大族 没有二女许一家的道理 娘 您就快告诉女儿 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田氏脸色很不好看 喝了一口茶菜道 这是说来话长 娘就长话短说吧 你祖父和燕江贺家的家主 曾是生死之交 贺家家主 对你祖父有救命之恩 二人就有了约定 要成为儿女亲家 可谁料 到了你父亲这一辈 两家都是男丁 于是这婚约 就延续到了 你们这一辈 罗织亚脸红了 娘的意思 是 是 田氏黑着张脸 合适的人选 就是你和二娘 怎么我和二妹都是呢 难道咱们国公府的姑娘 还让人跳来跳去吗 罗织亚听了有一些不乐意 田氏撑她一眼 你这个傻丫头知不知道 要是没有二娘和你年龄接近 那婚约就落在你身上了 怎么 是亲事很糟糕吗 罗织亚忍着休脑问 旗帜是糟糕 现江何家 虽然是耕独传家的大族 可那位要结亲的嫡长孙 是个瞎子 本来是他们家都提出了退亲 偏偏你祖父不答应 要不是娘 不要脸面死命拦着 当时就把你的婚事定下来了 没看你三十 今日对人都是淡淡的吗 他心里真是记恨我呢 说亲是长幽有序不错 可他就这么一个女儿 听什么让他当长上明珠养大的女儿 去嫁给一个瞎子 是因为原娘比二娘长了一岁吗 他不甘心 罗织亚也已经完全傻了 脸色渐渐的发白 手指紧紧的抓着田氏的衣袖 娘 你要不要嫁给一个瞎子 绝对不要 田氏安抚的拍拍罗织亚的背 月娘你不要慌 何家那位嫡孙不是要来了吗 他只有一个 你和二娘可是两个人呢 娘 罗织亚嘴张了张 想着罗织会嫁给那个瞎子 有一些不忍 可转念一想 若不是二妹家 就是她家 到了嘴边的话 默默地咽了下去 离了心缘 罗织亚一直心神不安 不自觉地就在清风堂附近徘徊 小时候有什么不开心的都会找大哥说 大哥虽然只是堂兄 却对他比亲哥哥还要好 什么时候起 大哥看自己的眼神就冷冰冰的没有了温度呢 他才不相信什么长大了男女有别 兄妹之情会因为长大了就没了吗 一定是大嫂 大哥就是去年落水之后才变了的 清风堂紧冤地欢笑声传来 罗织亚绕着墙院走到某处 隔着菱形雕花窗墙望进去 就见两颗荷花树下 不知何时挂了一架秋千 一个纤细窈窈的女子站在秋千上 身后两个俏丽的粉衣丫鬟用力地推着 那女子每一次都能荡到最高处 绿色的裸裙在半空瞬间绽放成 一朵绿色的蔷薇 无比的妖娃 粉色的荷花扑树术而下 被风卷着连同欢快的笑声一同传来 视线游移就看到轻衣男子站在台阶上 静静地望着打秋千的女子 随小挂着无奈地笑 这画面美好的可真刺眼 罗织亚不知不觉握紧了拳头 松开来 手心是细小的半月痕迹 由脚步声传来 罗织亚转来身匆匆离去 浅黄的裙具滑起优美的弧度 在绿漆窗前一闪而逝 真妙眨了眨眼喊道 别退了 让我下来 等秋间晃动得小了 直接跳了下来 提着裙子跑到罗天成面前 怎么不玩了 罗天成眼底有自己不曾察觉的宠溺 不过是吃葡萄闲聊时 随口提起小时候 葡萄架下的鞦韆 他竟是兴致勃勃地弄了一架 真的跟个孩子死的